你每天按时间赛跑 摩根陪伴你 你每天忙于工作 摩根陪伴你 当你用心生活 摩根用心守护你的资产 在纽约 在全世界 在你面前 时刻用心 成就人生的多头格局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倩文 欢迎收听为自己出征 现代人嘛 我想大家开始渐渐都有一些 环保的概念 那所以呢我们在街头上呢 其实常常开始会看见 有一些人会自己携带 可能类似购物袋啦 这样子的产品 携带在身上 可是呢购物袋到底 有没有更好的功能 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看一点的 购物袋提供给我们 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 网路上有个东西开始很夯了 跟市面上越来越多人 在携带一种包包 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请一下 这个包包的主人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先欢迎志龙出场 哈喽志龙 嗨 秀文你好 志龙的声音非常的 那个低沉 对 非常的好听 谢谢 那志龙呢 是现在台湾的 春卷包的代理商 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手上 可能自己都有一个 对 那春卷包呢 因为其实呢 因为秀文以前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其实常常 嗯 因为大家对于现在环保的概念 都开始兴起了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 塑胶带 塑胶带其实不要常用 为什么 因为塑胶这个东西 可能本来就是 有毒 有害 没办法分解 对他没办法分解 对这个地球 没什么贡献 反而是我们要想办法 去消灭它才行 那所以大家开始也知道说 就自己出门啦 可能去超市买东西 或者是想携带一些东西 在身上的时候 可以利用像春卷包这样子的 呃 袋子 对因为它其实收纳很方便 对不对 它其实可以捐捐捐 然后你就 很轻松就可以带在身上 或是放在口袋里面 对 不过我们先来聊一下 好 因为春卷包是你现在 目前最大的一个 工作范围的内容啦 不过我们先来聊一下 因为其实你一开始 跟春卷包的关系也是 很遥远 对 对 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 就是电视传播 登登 关春卷包什么事啊 这是 是 电视传播 你是念世新大学的广电系 对 世新广电 对 那电视传播是 电视传播好像是很多 其实蛮多年轻人 我觉得应该是蛮想要 进去的一个科系 的行业 武光实色的 对 就是 比较活泼啦 比如说在念书的时候 像我大一的时候 有一堂课叫表演学 第一堂课老师告诉你说 下一堂课的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礼拜一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 请帮同学用一分钟上台 用一分钟介绍你自己 不能说话 就用你的肢体语言 去介绍你自己 只有一分钟 你把你自己介绍出来这样 然后就是 你要上台之后 然后就 一分钟之后 就要让同学知道 你在表演什么东西 你们老师何苦为难 对 有同学就待在站在上面 就站了一分钟 就下来这样 就像大家介绍说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不多话人 然后就安静 对 可是你上去不能讲话 对啊 他用他的肢体表达他我们cję个多话的人 对 between your body 就可能你姓铃就可能 笔一个树林或者什么意思 让你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真的他就是这样子 诶到我想到一个故事 以前很多人讲说去考那个什么 戏剧系啊 那种表演系戏剧系 然后那个 评审人都会出那种很奇怪的题目说 来请你表演一个电风扇 然后你就要再原地这样 就类似这样对 然后转来转去 然后表示说 你是做出一个电风扇的样子 像那样子 就是用肢体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意思 那你那个时候表达什么 你就是那个灵 姓灵的那一个 我就是弄很多树林这样子 假装是很多 假装是一个木头这样 对然后就放很多 就是他站很多位置说代表是树这样 其实大家也看不出来 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样 应该说整个下来 没有人知道谁叫什么名字 大家到头还是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代表说他那个 都这个科系是很有趣的啦 就是说不像一般的文学院 他需要创意 对他需要创意 他不像一般的文学院这么的矮板 就是说需要比较 有一些创意的跟想法的东西 元素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你念的是电视组吗 可是电视组应该是 比较需要食物的经验 因为电视组应该是属于 比较像幕后那样子的东西 对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我念的东西是 电视制作居多 就是学到后制那一块 电视组还有在分吗 就是你们里面分的系 已经没有了 就是我们广电系分为三个组别 电视电影广播 那我是念电视 那我的室友是念广播跟电影 那电影就是每天在研究 怎么入境怎么出境 分境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电视 其实电视有需要分境 但就是说电视比较没有那么细 电视就是在 因为我们学的是后制这一块 剪接啊 那时候讲在讲 线性剪接跟废线性剪接 还有就是说一些设计 因为当时设计 设计没这么好 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 我没有讲你年纪 还没有 我都说数位剪接这样 但现在后来都数位剪接 就比较方便了 可是就是那些电视后制的观念啊 等等的就在学那些东西 对 传播理论等等的 所以你念电视组 那个是你 因为刚进大学嘛 就是那种校园新鲜人 那那个是你自己想要去念的吗 其实是 因为我其实最想念的是新闻啊 可能因为世新嘛 可是后来就因为分数不过 就考到了 就考进了 广电系 那广电系之后也觉得 其实上个系组我都可以选 后来我还是选择电视的 因为当时觉得说 啊那时候刚好 台湾的Cable电视台 刚好在发展 想说未来如果说 工作也可以跟这些有关系 这样子 对 可是就是到最后 还是没有 十二六到那一块 你想要念新闻 那可是你进了广电系 那你进去之后 你之前 你是不是觉得 广电系跟新闻系 应该很接近 对啊 因为都是从电视上呈现啊 可是 可是他们其实他们 里面学的东西完完全不一样 因为新闻有新闻的专业 对 可是我们在 其实世心很特别是 你念什么新闻 大概都修到 跟他相关的 其实我们也有修到一门 就是新闻 电视新闻这门课程 嗯哼 也要写新闻稿 也要什么东西都有学到 只是都是学到很皮毛 嗯 等于说 你要懂 可是你不用专精 对 其实世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 我听说大概是这样 就是后来他有加了文学院 对 理学院 嗯哼 这些学院其实你都必须要修的是 传播管理 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新闻的 新闻的大学 嗯哼 你即便是非 传播的系所 你也必须要念到传播理论的东西 哪怕是你是法律系 你还是要念到传播理论 就是他的 他的根这样子 嗯哼 对 那你整个大学就是 念完了之后 你说你 你念新 你想要念新闻 因为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 我有问了一下 其实志冗本来你想要当记者 对 对 可是你进了广电系发现 这跟记者好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啊 怎么 因为记者是在 记者应该在电视前 就我们是跑到电视后了 你想要当的是那一次 是那个 呃 那个 因为记者其实还有分 对 平面的记者跟 那种可以在电视上面出现的是不一样的 对 我个人是 想要在电视 电视上出现的 后来就填了跟电视有关 怎么知道 后来是到了电视的后面去做一些 去学一些电视制作啊 剪辑这样子 对对 嗯 那后来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 有没有选择去做跟 跟所谓的电视相关的行业 其实没有啊 就是像刚聊到说 我大概 在大三的时候 我们在校内实习啊 我就发现 好像这块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说 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都从事在 呃 节目拍摄啊 后制剪接啊 节目构式 要电视制作这一块 对 这样子 就会发现 好像自己不是那么热衷这一块 对 可是也念到大三三 要准备升大四了 对啊 后来就 就没有再从事这一块 嗯 跟电视相关的 嗯 那你那个时候 你在大三跟大四的时候 你周遭的同学也这样子吗 你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因为想要念新闻系 考不上就 没有班上同学其实有一些人已经 其实他们已经抓住 方向他们其实就算念这个可以 所以他们在大四 因为大四课很少 对 他们在大四真的就到电视台去打工作 就到电视台打工了 让你开始让你去找工作机会了 对对对 学校也有一个一门课 就是说你有 你有你有上跟下学 你可以选择一个学习到 那算一个学 算两个学分 你到电视台工作 对 算实习这样 可是我在大三 我就发现我 不想要走这一块 所以我到大四我也根本没有在 在这一块设略 但是有些同学 不多啦 就是有 我到电视台去打工 就是做电视节目之后那一块 就是真的从最基层的做起 因为毕竟是学生嘛 所以你后来 你没有去找工作 那你去当兵 应该要当兵吧 没有 男孩子大学毕业 对 但是其实我大四 我们很多时间我也去打工了 可是我打的工 就是跟电视没有关系 就跟销售 就是跟我第一个工作有关系 其实我去那时候 当时刚刚开台的核信电信 那时候来招工读生 我们就去投 然后就上了 然后那时候还是那种 那种刚刚开始台湾有那种 手机刚开始的时候 有那个预付卡 对对对 那时候预付卡 我每天都在整理预付卡的号码 每天都在整理号码出货出货 我就在仓库这样弄 我在门市 我其实我在台北市的最大的门市 就是台北台湾的旗舰店 在管前途那边 我就在做这一块 发火 就是楼下的业务 那我们是因为是公读生嘛 楼下的正职 就是打电话上来说 我们要什么什么号码寄货 我们就把它拿下去 就在做这些工作 还有文件 就是说你申请出之后的 copy啊 规档等等的 在做那些比较琐碎的工作 然后导致于说 导致于 比如说后来 这个用话很好 导致于我后来的 导致于后来就 第一个工作就是跟 其实跟电信有关系 来源是这样 因为其实有些资历在的 那当然 一毕业之后 我就回到花莲去当兵 你是花莲人 对对对 好酸好水好无聊 哎呦我们外地人觉得好风光 你们是好无聊 其实花莲真的不错 我到现在 因为我离开十多年 十一年了吧 我还是会很想回去那个地方 真的吼 对 希望能够在四十岁的时候回去 干嘛 你是计划已经在计划退休的 退休的日子这样 就我不 对是真的 但是 但是 我希望退休日子 就是说那种 没有任何的房贷 什么车贷的压力 像在花莲人 可能开个小店 然后就这样 四十岁 你知道现在多少 四十岁才开始背房贷啊 你四十岁已经想 已经可以觉得房贷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要回去了 所以那只是梦想 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 你可能还要再弄个十年 十五年 所以 推估可能要到五十岁 五十五岁这样子 哦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年纪 我什么都没有讲 二十八 自己说二十八这样 哦真的 所以你后来你 你就是整个打工结束之后 因为还是要面临 兵役的问题嘛 然后就回花莲当兵 那时候就是 哦对 毕业的那一天 然后毕业证书的那一个礼拜 我马上冲回花莲 把我的毕业证书 丢给那个 兵证单位 就是事工所 为什么 因为我这种班年纪我算单 因为其实我重考 我爱玩 要赶快进去 对我就告诉那个兵役课说 赶快排 你帮我排第一批入伍 最早 因为我反正我就是 已经慢了嘛 我已经慢人家很多 我就希望赶快第一批 就果真 7月5号 我6月13号拿到毕业证书 哦那很快 真的很快 第一批次的就进去了 不到一个月 7月5号我就入伍了 我就到花莲车站报到 就去入伍 就去台东当兵了 就开始两年的当兵 那退伍后就找工作 就到台北来 到现在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听一下那个志龙 分享一下他如何从 完全跟那个电视组啊 跟广电系 毫无相关的那个领域 打拼出自己的天下 马上回来